总统计在今天的全球的确诊人数来到了193万人 那么其实呢现在的致死率已经来到了6.35%了 当然重灾区还是在美国看起来还是相当严重 现在呢已经逼近60万人确诊了 只是呢现在连纽约州长都认为 美国最严重的时期可能已经过去 所以接下来就看他们的医疗状况到底如何 而且呢不只是美国 现在呢甚至像是意大利 他们现在在考虑是不是呢要开始开辟一些 之前呢被关掉的商店都考虑要重新开放了 那德国呢现在也考虑可能要重新开始上学 但是呢法国延长了他们的禁足力 所以显然在欧洲呢有部分的地方是已经稍微控制下来了 因为呢禁足力发挥了功效 但是呢英国现在看起来才正要开始而已 现在呢他们的这个确诊病例呢来到了快要9万人了 目前确诊病例已经超越了中国大陆 甚至连专家都说不太确定英国是不是已经过了高峰期 甚至呢现在更要注意的是可能会回流到亚洲地区 因为呢日本现在呢已经有7000多个确诊的案例 而且呢每天都还在增加当中 甚至新加坡呢也是单日的新高 所以呢现在有很多呢开始回流到亚洲地区 能不能守住非常重要台湾呢目前还是停留在393个确诊的病例 因为今天呢大家听到了都非常开心 今天很难得零确诊 那么因为呢上个月才听到零确诊已经是三十几天前的事情了 所以连指挥中心的这个陈时中都说呢 值得大家稍微高兴一下子算是小小的确信 不过呢记者会上也特别公布了一些新的措施 因为我们现在零确诊之后我们要守住才行 所以接下来境外移入的要怎么来防堵破口呢 所以呢现在从18号开始 从欧洲美洲回到台湾的人 不但要先通报而且呢要出示居家检疫的条件资料 那么尤其是有三个高风险者 怎么样的条件呢包括了你的家人 可能有65岁的长者或是6岁以下的幼童 甚至呢有慢性疾病的患者 那么如果呢家里没有套房也没有专属的卫浴设备的话 那么一律都强制要入住在防疫旅馆里面 申报不时可罚15万 管里面看起来稍微有一点点严格了起来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呢也许有一些从欧美回到台湾的人 他们是报的这个打定决心 如果万一确诊的话他就是要回来台湾的 所以呢现在引发了一些争议 像是呢昨天公布的这个确诊案例当中 大家都在讨论这一位案393 他是一名长期旅居美国的富人 很少很少回到台湾 那下机之后呢立刻就被裁剪了 后来也确诊 他的丈夫呢就是案384 很巧合的是 他的丈夫呢确诊的当天 富人他就马上回国了 两个人一前一后回台 为的是什么 很少回台湾 却在这个时候回台湾 当然很多人会质疑他的动机 但是呢大家更不解的是 这个富人在疫调的时候呢 他明明拉肚子 却说他是因为喝牛奶的关系 而且他也告诉疫调的人员说 他在美国就有接触过确诊患者 那这是不是刻意的隐瞒带病回到台湾呢 来听听今天指挥中心怎么回应 宝弹是呢这些台湾制的口罩 因为是中华航空来负责配送的 他们的机身英文名字就有 China 结果呢就因此呢让大家以为说 哦这些东西都是对岸所送的 而对此行政院长苏贞昌也说 以后呢他们会采用国旗跟Taiwan can help 这样子的口号不要再吃亏了 但这一阵子呢有很多的欧美台人 回到台湾指挥中心呢 一再的呼吁说居家检疫的人 一定要记得跟家人保持距离 在以往我们看到了很多案例 都是家人之间传染的 所以他们在居家检疫的时候 怎么保持距离呢 当然最简单的方式就是 住到防疫旅馆 但是有的人是选择住在家里面 他们怎么做的 来听听看 少出门想说呢网购是最安全的 但是现在呢包裹你可能要特别注意了 因为呢在美国跟大陆都接连出现 有的人呢也只是网购拿包裹 他连送货员都没有接触 他是把货物呢放在门口 然后再去拿的 竟然这样都会被感染确诊 所以怀疑感染源可能就是来自于 包裹上的病毒 确诊病患来说 他们根本不晓得自己是怎么会被感染的 包括了这一名从英国返回台湾的W先生 他现在呢还在等待三采婴结果 他即将要出院了 他当初也搞不太清楚 因为呢明明在机场的时候检验是阴性 回家居家检疫有一些些的症状 他才再次的到医院去做裁检 结果呢就验出了阳性 他呢就从此之后在负押隔离病房 一待就是24天 他唯一的慰藉就是一台电脑 比相对比较严格一些 纽约现在呢在美国还是疫情最严重的地方 不过呢今天终于听到了纽约州长古墨表示 最快的时刻可能已经过去了 因为过去24小时新增的死亡人数 来到了671人 是过去一个礼拜当中最低的死亡人数 而纽约的疫情似乎看见了曙光 也让美国总统川普强着说 希望提前重启经济活动 然后呢这些商店跟学校都要重新开 各州都要听他的 但是纽约州长古墨不以为然 宣布要延长禁足令到5月11号 你可以想象 法国人都已经禁足一个月了 他们都快闷坏了 现在心情真的很差 像是这一位呢在法国工作的台湾人Sandy 他说呢真的就只有采买生活的必需品 遛狗跟运动才能出门最多一个小时 所以的确大家都蛮闷的 不过呢他最贴心的是看到了家人 寄了一整箱的台湾家乡味很开心 是保持社交距离而已了 来看看南韩的奇招 因为呢要这个公营企业招考嘛 所以呢他们就干脆 每一张招考的桌椅呢 间隔5公尺 你就知道这个场面有多壮观 好多的网友都说 不知道是在防作僻 还是在防群聚感染 不过既然要防群聚 那就是不要让大家去散花 他们干脆在冀州岛上面 念的这些油菜花通通产品 石公主号上面有几百人确诊了 但是3月5号珊瑚公主号邮轮 还是有台湾人搭船出去 结果现在有四个人因此确诊了 行政院长苏贞昌就表示了 这种呢可能就叫做明知故犯 明知呢有确诊的风险 还是前往旅游 那这些民众就要多负一些责任 这几天呢可能很多的脸书 你都会发现说家长都在问说 你有没有比较大一点的儿童口罩 或是有没有比较小一点的儿童口罩 那么很多人都在问说奇怪了 儿童口罩怎么会大缺货 不是最好买的吗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呢 小朋友的口罩 它尺寸分很多种 最大的其实我们大人 连小的人都能够戴 那么很多人呢就想说 那就干脆买儿童的口罩 还可以多一个不是比较好吗 所以现在有最新的规定 4月23号开始 大人不能再买儿童口罩了 甚至明天开始 4到8岁的小童口罩 都采用网路预购 疫情的影响之下 很多人的生活都不好过 但怎么可以随机砍人 只是因为工作不顺心呢 这件事情就发生在前几天的 深夜11点多 台北市的万华路上 当时呢被害人刚要回家 就跟这个防众擦肩而过 没有想到这位防众呢 就突然拿出了预藏的蓝拨刀 狂刺对方18刀 现在被害人还在加护病房 什么呢 同事告诉我们 他其实任职7年了 看起来很正常 只是个性稍微孤僻而已 那么最近的业绩压力 的确有点大 因为同事说 这位防众呢 这两年没什么收入 家人刚好又生病了 忙于照顾 也许真的是因为压力很大 那当然不是伤人的理由啊 大家的压力都很大 但是还有那么多人 很认真的在生活下去 像是六合夜市 现在很惨 因为呢 生意下滑九成 大概40摊的业者 都已经暂停营业了 那大部分呢 是靠观光客的大摊子 可能都要暂停营业 那小摊子呢 靠着熟客还可以撑一下 但现在备料几乎都卖不完 很担心 会有更多摊商撑不下去 不哈哈的时候呢 还是看得到 比较暖心的事情 像是卫福部长陈时中 这两天呢 您注意到了吗 他戴的都是粉红色口罩 而现在这一股粉红 时中风也开始蔓延 看起来第二波疫情要来了 像是马来西亚 现在死亡人数 新增5人 甚至确诊要破5000人了 他们很担心 防护设备不够用 还有新加坡的 确诊出破了3000人 所以上个礼拜 开始封城四星期 要延长封锁到5月11号 甚至欧盟认为 要避免年长者 受到病毒的侵害 所以隔离政策 应该要延长到年底 李立时上个月 就在进行禁足令封城了 但是首都布鲁塞尔市长 这个月才向大家宣导 建议戴口罩 让当地的台湾人都觉得 好像慢了点 也自己研发出了 电子围离系统 可以有效追踪 居家检疫者的行踪 深受国际赞扬 而行政院副院长 陈其迈也透露 这个电子围离系统 已经升级到3.0 今天脸书又有发文了 他说谢谢台湾的朋友们 朋友就是朋友 明天会更好 但是他同时也转贴了 卫福部长 陈始忠征口罩的新闻 你会怎么解读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